好 新聞焦點 我們帶您來關心一下是南投發生了露營悲劇 來自台中的兩個家庭一起到了仁愛上一線天附近的河床來野營 好 結果沒有想到四個人 兩大兩小被突如其來的溪水給沖走了 警消貨報之後趕到現場來緊急救援 空情也趕快出動 看到他們的車輛陷入河床 物品四線 好 被沖走的四個人 我們看到分別的是 前姓女子跟六歲的賴姓南童 還有如姓的爸爸跟十二歲的如姓女童 不幸的消息是 前姓的女子跟賴姓南童的遺體 已經被找到了母子兩個人是雙雙身亡 好 出事原因就是因為五戒霸 五玉井來放水 現在消息指出這閘門分別在凌晨四點多跟五點多 兩度的異常開啟 好 這個絕美的峽谷 秘境的曾經獲選 為最美的十大秘菌冠軍 沒有想到現在發生憾事 令人心疼 兩台休旅車卡在河床上 車身滿是泥泥 其中一台黑色休旅車前輪陷入泥沙中車身歪斜 村民趕緊幫忙將車子拉上岸 後方獨留一個簡易的遮雨棚 因為帳篷和四位民眾通通被沖走 帳篷不卡在河床上 一旁還可以清楚看見帳篷骨架 西邊還有民眾還沒吃完的食物 而遭吸水沖走的民眾脫鞋也還遺留在大石頭上 民眾遭河水沖走的意外就發生在南投仁愛鄉 五屆立七夕河床 來自臺中的兩個家庭 共六個人 十號下午到河床邊野營 但沒想到十三號清晨五點上游的大關電廠 無預警放水發電 造成他們來不及撤離 四十八歲陳姓女子和他的六歲兒子 以及五十三歲如姓男子和他的十二歲女兒 四個人兩大兩小慘遭吸水沖走 而經過搜查 巡迴一名男童遺體和一名女子 消防局隊員持續搜救 上午七點直升機也同步空中搜索 但因為雲層太厚八點二十八分返回清泉岡基地 而目前巡迴一名男童遺體和一名女子 但還有兩人下落不明 警銷人持續搜救中 記者魏少羽南投採訪報導